在有婴儿疑似遭到保姆虐待 柔佛新山一名36岁的女子 因为那疑似虐待婴儿 导致两个月大的女婴腿部骨折 警方昨天晚上发文告证实 接获了投报 并且已经在星期一扣押对方6天住查 直到本月28号 新山南区警区主任拉雾透过文告指出 警方是在上个周末下午4点58分左右 接获投报 只有一名两个月大的女婴 在送到保姆家之后疑似遭到虐待 导致左大腿出现了骨折的情况 警方随后立刻采取行动 并且在第二天的早上10点50分左右 逮捕了这名疑似涉案的年轻保姆 并且扣押他6天直到28号住查 警方目前援引2001年儿童法令第31-1-A 也就是父母和监护人疏忽照顾孩子 导致孩子暴露在危险下调查此案 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高监禁20年 罚款5万令吉或两者见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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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